台北市市林地方法任外头在今天上午爆发了街头斗殴 潘系男子因为不满前女友令姐心欢 直到前女友要到市林地方法任报道 就持棍棒到法任外埋伏 一见到前女友跟现任男友开车抵达 立刻冲上前去对着驾驶座就是一阵乱棒狂打 攻击过程当中前女友还摔倒 现场一地的碎玻璃触目惊心 男子来到副驾驶座拿着包包对车内疯狂攻击 驾驶吓傻了马上开车离开现场 当时坐在副驾驶座试图阻止范贤暴力行为的女友还一度惨摔车外 原来范贤是女子的前男友 疑似感情因素趁着女子要回市林地方法院报道时 报答女子现任男友的车 23号早上10点 范贤潘兴男子不满前女友和他分手后 马上令结心欢 直到他要到市林地方法院报道就埋伏在现场 潘兴男子情绪失控 当街在法院前埋伏大打出手 嚣张行径除了毁损罪嫌 现在恐怕在面临伤害罪 得不偿失 记者三名张愿杰台北采访报道